在俄罗斯偏远的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市级镇哈尔普镇 镇内设有一个车站 还有两个监狱流放地 分别被称作基地之肖和基地之狼 小镇2022年的统计数据有5789人 白天和黑夜往往没有什么区别 这里位于北极圈内 是俄罗斯最偏远的流放地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几乎无尽的黑暗之中 被欧美定义为俄罗斯图号反对派的阿列克西纳瓦尔尼 生前就被转移到了生名狼籍的基地之狼 纳瓦尔尼在俄罗斯不同的监狱中度过了三年 但这座位于遥远的北方山区的幻名土牢笼 被认为是俄罗斯最散眼的监狱之一 2024年2月16号 他在基地之狼监狱促施 终年47岁 基地之狼监狱是建于1960年代 曾是前苏联强制劳动营的一部分 所在的哈尔普镇距莫斯科东北约1900公里 深入北极圈160公里 由集中营的囚犯建造而成 监狱就处立在这片几乎寸草不剩的荒原上 四周冰天雪地 犯人根本没办法逃脱 基地之狼监狱通常关押犯有严重罪行的囚犯 纳瓦尔尼于2021年因诈骗和其他指控首次入狱 刑期长达11年半 2023年 他诱言多项罪名被加刑近20年 在漫长的寒冷季节里 哈尔普镇的气温通常会降至零下30摄氏度以下 而短暂的孝起则酷了难耐 蚊虫和狮子肆虐